二十三號晚上將近十點鐘 台南市議會議員研究室卻燈火通明 最近因為政府議長選舉爭議 指控被綠營恐嚇的國民黨議員 方一鋒就睡在議會不敢回家 暫時議會為家 全是因為方一鋒二十二號傍晚 在西港的青安宮被請上一輛乡行車 對方給他兩條路 第一不出席 第二投自己 不要投議長郭信良 這個人就是有綠營背景的林仕傑 方一鋒說會睡到二十五號 議長選舉結束 我覺得奇怪的是 平才他要說這個 你也跟他實在來說 至於說他如果我報告 我報告告引上 那也受罷了 那跟方一鋒議員的談話 如果讓議員有感到不愉快的地方 我和我的父親都願意向方一鋒議員道歉 新科議員林怡婷代表父親林仕傑發言 強調願意跟方一鋒道歉 這也是林怡婷首度對恐嚇案回應 他還針對部分媒體不實言論 到家裡分局提告 希望還父親一個清白 他更踢爆會找方一鋒 是因為議長郭信良在余會貸款有爭議 台南議長投票變數多讓議會氣氛相當緊張 警方表示除了方一鋒以及副議長李文俊 還有蔡淑惠蔡議會等等也都跟警方 申請預防性保護措施 有至少17個議員提出需求 另外警方主動在議員住處派警車加強巡邏 務必每天親自拜會轄棄議員 向議員確認並評估安全維護需求 台南市政府議長選舉 因為地方跟派系紛爭不斷 全台矚目 警方投入人力加強戒備 要確保議長投票能夠順利 繼續黃一軒採用了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盛靜美 靜好新聞 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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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